高雄近年多起停電 統計光是九月份 就有至少八起的停電事故 平均一星期就有兩起 頻率至高讓民眾好不方便 尤其對於攤商來說 現在想賺錢不但得看景氣 還得先看電來不來 不然你停電啊 對啊 停電都不用怎麼做成你 比較難做 如果東西壞掉怎麼辦 會出電動嗎 停電壞掉就是 就處理掉而已 處理啊 不然怎麼辦 不然要賠償你了 對不對 你要怎麼賠償 政府也不賠償你了 雖然台電回應高雄停電事故 數量有逐年改善 但三不五時就停電 已經嚴重影響城市形象 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 柯知仁更是直接開嗆 九月當中八次的停電 大家都非常的有感 如果你只是說逐年再改善 那很顯然改善的速度 比不上我們高科技 競逐高雄的一個速度 高雄不斷強調轉型科技產業 但電力供給卻頻頻出問題 這樣的情況下 恐怕會讓廠商在進駐前 就先對高雄的投資前景 劃上問號 那這停電的頻率之高 我覺得也會嚇走很多 半導體公司來這邊設廠 那我本身就是半導體的背景 我知道這個電 對整個科技業的重要性 我希望政府把這個已經很久了 這個缺電的問題 可以真的改善 這樣才能夠真的在經濟發展上 吸引半導體上才會辦法達到成效 高雄近期停電事故頻傳 引發龐大民怨 究竟該如何穩定供電 讓市民不必再忍受停電之苦 是台電現在急迫需要面對的課題 記者邱玉婷 蘇宜文 高雄報導